苗里的道卡斯座要基盤堪餐桌 其實就是跟原作民族一樣的風年桌 雖然不曾道卡斯座 各亞更不習慣 讓人頂的臺灣原作民族 但是為兩千空的二年開始 昨年就接近要撤回傳統的這點 現在每一年都會來基盤堪餐桌 希望可以回歸過去的傳統 這次去春來青年南路 在四大創苗之下 正經三十經驗 為今年的堪餐桌的幸福事報 因為走到四公里外大堂 一個道卡斯座紀念碑製作 本身就道卡斯座座的廟宇館店 在現場等這些少年人來 跟昨年最年製作 將選過今年的堪餐儀式正式開始 今年的這個千年祭 特地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9月10號 在新港國校來舉行 那今天這個晚上是8點開始 就我們的千年祭的最高潮的活動 我們所有鄉親就一起來祈福 這次結束了 大家又回去早期的出發店 新港國校正經 勤善多各行慶祝活動 除了特地廟宇館的 我祖民團隊 讓這天來到現場環境 活動一開始由特地廟宇館店 展現這幾年 文化活躍的成果 除了有現場的祖父教學 也有祖父國條文章對祖祖先 所以在童話當中 我們也要尋回我們的祖靈對不對 不可能說把我們的祖靈都忘記 至於我們未來的方向 大考師族的以言流失最為嚴重 這個也就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根據文書的紀錄 也就是大人所說的 勤善這幾年是 讀家書三大祭典幾年 以往每年百兩遍 分別是 鼓勵的七月十五到八月十五 正這是做紀頭和做紀背 是為了感謝上天 讓我們享受並且緬懷祖靈 全力昨天大家最近一個空中勤 勤善跳舞 不過這張祭典活動已經中斷了六十多年 一直到民國九十一年 以後再度過半 希望能夠一點一滴的 和以前設計的文化拆回來 記者綜合部都